星期三晚,今晚請來一位很久沒見的嘉賓 這位師傅因應我們這陣子在星期六晚回到舊時 看到一些殯儀館的資訊 但當日又少了一個角色的朋友跟我們聊天 就是少了一個藍河師傅 所以今晚就找一位做了二十多年藍河師傅的朋友 上日聊天,唐伯川師傅 大家好,大家好 很久沒見 很多年了 我們之前應該是在灣仔香港人網的年代 是,對 到現在了,別留無恙吧 很好 仍然在做藍河師傅 仍然也是 是不是一進這一行,其實都很難會轉行 都不是的 是嗎 沒有心機,也不會掉心水做這一行 但是很多都是掉心水的了 一決定入這一行 都不是的 都不是的 是嗎 OK 但是可能是恩怨祭會,有些人就會做別的事 有些人會做別的事,而且也要講一些興趣 當然 因為法位太大了 那你就真的做了二十多年了 是啊 是啊 沒有轉過崗位的嗎 沒有 都是藍河 是啊 其實藍河師傅真的要懂很多東西 起碼那堂經,你也不能亂來 一定不行 是啊 任何宗教都不行 當然 所以你這個角色就真的要知道現場的他們做什麼 即是不同的種族 可以說 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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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不同 各樣東西都不一樣 是 還有那個先人 因為他過世的原因都有不同形式的科學而要做 是的 OK 所以我們今晚就繼續在這一部分說說關於殯儀館 又或者是你們這個工種裡面 藍河師傅上面的冷知識 但是昨晚真的有一件事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靈異節目 經常都說在節目裡面聽到一些怪聲 這些基本上經常都發生消空見慣 但是昨晚那件事是真的誇張的 是怎樣的呢 不是這個直播室裡面的 因為我這個星期 完結了節目就會出去外面 就會有一個跟音樂有關的事情 我會玩黑膠碟 會做一個少許音樂的事情 就是結束的故事 即是結束的節目 但是昨晚一說出一張碟出來的時候 就直接有一把聲音是嗚嗚的 很誇張的 大家昨晚是留言的 但是我們在現場是聽不到的 只有我和另一同事Billy 在現場是聽不到的 接著我們聽回Archive的節目 重溫 不是吧 為什麼這麼清楚 一會兒我們就會說回這件事 好 我想問唐師傅你有沒有感應 我們通常會感覺到他回來了 是 還有有時候你說得對的時候 都會聽到一些聲音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試過 譬如我們都會組到 譬如我們都會組到 或者本身我組入行 就涉獵多些這一行 裡面的崗位做的事情 有時候跟土工師傅 可能我的媒體回來發緊張 可能只有我和他聊天 突然間有一把聲音在說話 我和你一起回應他 然後有一個人進來了 他的同事 剛才你說什麼 我剛剛來的 你跟誰說話 那句話類似會說什麼 可能譚小峰的聲音 是不是好啊好 或者唉呀 你會聽到一些搭嘴的聲音 經常都會發生 就沒有什麼特別意思 也沒有什麼特別惡意 惡意會比較少 又來到這個星期的 回到舊市那裡 今天真的接了一個 真離死別的地方 就是九龍殯儀館 今集很感謝九龍殯儀館 跟我們一個Cross Over合作 雖然大家都有機會 進去殯儀館 但是某些地方 禁地去不了 這次我們的團友 真的可以一大開眼睛 喂 怎樣 其實殯儀館你有什麼看 有什麼感覺 都是恐怖啊 忌諱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啊 莫名的很貴 明明是我親人來的 是的 我也是尊重他 送他上一程 我想看看有什麼新的體會 透過這次活動 希望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殯儀館 也不是那麼可怕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情的地方 這是我們殯儀館的第三樓 也是一個叫做正音層的 七間殯儀館 之中呢 只有我們這一間 是有一個正音層的 我們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的房間 有不同的設置 就是便宜的椅 最主要就是一個椅 這個是唯一一個設計 是全香港想到這個 是嗎 是 全香港唯一一個 所以香港人可以這樣走 是 現在我們準備進入 去聞一下那些棺材香 真的 我深呼吸 預備 深呼吸 收大力一點 裏面有一副三百多萬 哇 聞口 聞口 不好意思 先聞久一點 大家先想一下 看個人賭場 整間賭場燒下去 看個人是馬會 整間賭場燒下去 每天都有 突然可以打到阿叔 說兩句 不知道不合πά 但打出頭 再反彈一下 看到一隻很高 但亞白是像拍子 打橫跑過 轉左手邊 進入了禮堂 比澳門跑狗的身形 但更大兩倍 有些人会问,当然每一次送先人 如果你说现场来说,期待去看的就是这一幕 都真的好看,是不是? 很精彩,但是原来是否真的不需要堂堂齋 或者每一个先人都需要用到破地獄呢? 可能现在很多人出了一个谋误 什么叫谋误呢? 现在人们可能会比较斯文一些,怕吵一些,不太热闹 你要记住,我们有一个道教或中教的信仰 人死了之后往北方而去,这就叫做北虎 北虎之后我们就叫做阴间 阴间里面,其实地狱是一个佛家里面的名识 或者是更恐怖的名识 我们本身叫做封都,封都里面有狗肉 每一肉是代表一样东西 简单来说,再说就太复杂了 我们要打开这九个地狱 让我亡者死后落到阴间 不要有阻难,不要被拘囚 所以有个欲字 欲的意思就是监狱,或者是囚禁 因为你再生一定会有罪 即是你谋民之财,起无欺骗 即是你要赚钱也不能骗人 你为求好复,难以杀身 罪一定会有 即是我们做师傅,传统上是一个补举 即是叫担保 这个人离开了,其实他有心向善 下去先不要受负 我们先跟他做最基本的事 这是法则来的 我们在封都里面,过完九个之后 就在网香台 网香台时就会见一见亲人 看一看善恶 在这个时候,延门就会审判你的 你的人生做了些什么 在台上你看一下 即是可能你看那部电影 《与神同行》抄得很好 韩国那部 其实他把那个结构 都写得没错 在我们传统道教里面 那你就在看自己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会不满意你自己 或者你服不服 现在这个判决 这其实是一个最基本 所以没有人可以走出这个圈 所以有些人就说 我怕吵,我不想破地獄 那为求商业 那可能就找些东西去代替 他们代替的一般来说 都是我们所谓其他七做法事的东西 如果传统上一个师傅要学完的话 有很多东西要学 由头七到尾七 七个七八日 小场大场 接着还有枉死不枉死 有些人就说 枉死才破地獄 是这样 其实不对 破地獄曾经提及过 是一个结构 即是任何人都需要 但他们譬如 他枉死,我浸死就开水闭 我烧死就要借火 我吊脚就要解锁 就是有这些 对,我意外死就要天衣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 这么少人说 你要另外做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殯儀 一个商人主导的时候 他怎会让你做 他不想你说 不说不说 现在方家很多师傅都不懂 只是一个解锁 都不是应该要 其实这么说 你真是先人有些特别的原因走 那你当然要他做一件事 那on top加多一件事 加多个钱 on top上面社会 有些商人叫做殯儀商 我要主在一切 那我就要找一个听我话的师傅 总之整个导演 就是那个所谓的经纪 师傅就是一个配合模式 他一定会加很多东西的 基本上 他不会skip 因为现在不同 那些客人会走 可以上网 应该这么说 他那套 当你收到十万元才算 如果你 我胡说 如果你什么都要 或者让他知道 他要 那你就要聘请那些人过来做 如果你不要告诉他 他就会全部代替 但他怕价钱太高 他觉得没有竞争性 是 因为现在 你知道上网有些可以很便宜 有些很贵 是 每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东西 是 那他就 哎呀 没有竞争性 他就不想做那么多东西 可以的啦 简化啦 简化啦 但是就是收过钱 是 他就用几年时间训练 一个 认识到一些基本东西的师傅 就当他快女那样用 哦 OK 明白明白 所以如果综合一下 你认为 其实任何人都需要 破掉这个议色的 其实根本就需要 无论就这样病死 病死也好 任何人都需要 都需要的 这个本身是一个结构来的 哦 除非你能够将我们传统 传说中 由商朝流到下来的结构打破 是 那你就不用做了 那枉死为什么会破地獄呢 因为你觉得他很惨 其实他为什么会很惨 因为原来你不知道 原来他吊颈死 你不知道要解锁 原来他吊颈死 你不知道要开水杂的 哦 那我就简单一点 哎呦 破地獄可以了 是不是 明白 好像你 林五天晴那样 你做完出来 你都是制休而已 你都是做台大三清 可能出来制休 就让他给一些油云野鬼 让他给一些好处的油云野鬼 不要阻止那个先人 那样而已 但是他受伤 断手断脚 你都未医 这个要怎么做 要出符 我们是有符的 有符有咒 以前有做的 以前有个师傅 会在开路之前 譬如这些还死 他会在灵饮室里 开了些东西 然后用一个守灵来做 守灵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守宗 会有个天衣荷 即是跟他反本还原 不过去的 免得在阴间里 我手整天都是吊着 我头整天就搬脚 是不行的 哇 这个又是小听一点 是的 小听一点 今晚很有用啊 这个 这个招很有用 就是说 什么的死狀 如果不自然的话 是有一个相对应 去令到他好一些 是 一定要先修補靈魂才可以到最初上路 通常我們叫做上路也好 由陰間到陽間也好 甚至陰間人生活都是一個過橋儀式 任何宗教或任何文化裏面的過橋都會比較重要 好像剛才之前未開始跟我們聊過 海綠蜂人 扮牛頭馬面 沒錯 會扮牛頭馬面 很有趣 海綠蜂人都會很講究 用芝麻砌一條路 接著會去過橋 潮州人最後也是過橋 我們廣東人到最後也是過橋 還有我問 破地獄 那天唐官也有說 原來真的有湖 我想破地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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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模式類似現在我們道家的演法 即是青松觀 圓圓學院那種演法 都是用他們的佛經去念仲 接著就打開了快駕駛 中間就是加稻橋或者加個沙石 引發出去 那就不像我們這些演法 因為我們傳說中風刀城裏面有很多火 會燒那些靈魂 會有炮落之刑 會有其他不同的刑罰 可能有些叫做什麼 油鑊 要炸你 我們滅了風刀的火 那你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清涼 接著就可以用法水 將你們反本還原 用宙食 即是在坐蓮花的時候 分衣師食的時候 就把那些布給你們閉床收體 對呀 即是做上衣服 都是得到飽滿的 嗯 所以我們的演法就會恨火 他們就沒有的 是 所以如果今天看這一群的朋友 待定這些資料落代 真是 萬一有這些事的話 跟經紀說 我其實知道有這些要做 對吧 如果有些資訊會好些 起碼你會知道 我實際要做多少 當然啦 永遠都是香港的市場經濟 永遠都要跟你說成本的問題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得好 難免要做多些 尤其是非自然的死亡 非自然 如果非自然死亡 另一種就是關於小朋友 即是有些可能只有幾歲 那些好像聽說是比較難搞些 腰亡比較麻煩一點 腰亡很多時候 有些人純粹喜歡 就叫做 立個位給他 最大的問題是 漏了就是沒有歸祖 即是你現在你姓陳的 有個腰亡的年輕人 他不知道去哪裡 我父母又沒有走 我讀到陰加找誰 有個歸祖的儀式 要歸回去祖先的時候 有些人帶著他 在殯儀館做的 通常是分開做的 殯儀館做不設的 只有幾個小時 你真的轉到我們現在眼見 那些最基本的東西 我可以跟你說 很多富豪有錢人 你見到他可能搜東西 什麼都沒有 其實打齋可能 在道堂上做 做五、六堂齋 全部分開做 有些可能真的環境好些 可能我晚上搜的 只是做台私食而已 其他東西在道堂上做 例如你已經說了 小朋友要死 你一定要先歸回祖先 你不歸祖先 他去哪裡呢 這是邏輯上的問題 對陰加我找誰 你可不可以先歸去祖先 譬如這個叫難產 母子相亡 你又要開金、銀、銀、剪刀 把池帶先分開 真的很少聽到 這些就是很舊式的做法 很老的師傅師傅去做 還有沒有人認識呢 當然有 有的都不再說 是可以要求的 是市場建制的 你見到這麼多這些生離死別 有沒有一件事很印象深刻 或者都感動的呢 就是見到這麼多這些情況 感動就很難說 可惜就會有 可惜是什麼 就是一些不幸的故事 永遠在一些人裡面發生 好像早幾天 有個都近一點 深刻一點不用想 那個女兒 那個小妹妹 在學校 三五樓掉下來 就走了 過年多之後 她爸爸信錯人 幫人做擔保 借錢出糧 然後跳樓死了 做早幾天 嘩 那她只剩下一個太太 一個人 即是你都 即是先是女兒 跟著是爸爸 對 但都是你們處理 對 那你的心都不舒服 嗯 嘩 那也真的 即是去到 只剩下一個太太 就是 剩下一個才去難受 都是 唉 不過這些 都有時很難說 即是 生死有命 有些事情 當然 當然 可能你們都看慣了 這麼多年 都不是 人家是不會發 對 始終 可惜的事情 會不停在你身上發生 嗯 那你自己 有沒有一件 又深刻一點的 靈異的體驗呢 靈異的體驗呢 靈異的體驗 是的 是的 嗯 嗯 你應該都會在道場會比較多 嗯 即是 有些鬼上身 我也有 接著有 問他的小孩子 嗯 說完 問他你想怎樣 我想和哥哥玩 和哥哥玩 很好玩 嗯 然後問他 你家人在哪裏 他真的能把家人的電話 哦 那些東西給你聽 你打電話去 又對嗎 對的 你打電話去 找到那個人 他的小孩子真的 真的走了 嗯 那他的要求是甚麼 其實是 玩 哦 最論盡就是這個 哦 那我可能要給他一些東西 燒一些東西給他 嗯 他不是很難搞 那次要送了一廟 哦 因為他 因為他 陶哥哥很好玩 嗯 我只想陶他玩 那就大件事了 我每晚來陶你玩 是的 你個人就越來越毀 越來越毀味 就是越來越 好像收乾縮 睡就睡不到 日後又上班 嗯 對不對 聽起來好像撞邪一樣 然後又 沒有了新生能力 工就回不了 我們做不到 嗯 對不對 這些東西是最難搞的 那最後都要 找一些法科師傅 都是用法科去搞一搞 是的 要強硬一點 是的 好了 那我們這一次就不用很強硬 雖然他在 但是知道應該沒有甚麼惡意 那讓大家聽回昨晚黑 我們最後 在節目 就是回到音樂那裡 播放一首歌出來的時候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聽到甚麼呢 那 其實昨晚很多人都聽到的 可不可以 先聽回 來囉 先聽回昨晚的一件事 很漂亮 今天就選擇 第二隻 第二隻 好 第二隻 第二隻 給大家看看是甚麼顏色 它是Disk 2 Disk 2 Disk 2 這個版本比較輕巧 Disk 2是紅色的 這個直接拿回 很漂亮 我回答了 我回答了 聽多一次 Disk 2是紅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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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了 師傅 為甚麼說這件事真厲害呢 第一 現場我們聽不到的 因為昨晚只有兩個同事 一個是我 另一個是操作者的同事 Billy 為了證實不是Billy 在演員畫中 嚇唬大家 幸好我昨晚做直播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 Wide Shot 其實我也刻意給大家看看 我的 panel 見一下同事 幸好有這個鏡 現在給大家看看 那張照片拿出來 就是這個Wide Shot 昨天出現了 Billy坐在那裡 好了 你會看到 紅色的碟 就放在唱盤上 旁邊就是麥克風 那整個 panel 只有這支麥克風 沒有的了 所以說Billy說話 沒有可能 因為她沒有麥克風 而且她已經有口罩 我們沒有其他同事 只有我和她 昨天因為放假 只有我和她 這支麥克風 就在那個位置 而且那支麥克風 是很接近的 基本上 如果Billy的位置 都是比較遠 在我旁邊 其實是那個 那支麥克風 就是這樣 那支麥克風 也有高靈人士 JJ 我昨天問她 有東西嗎 她圈了給我 就是這個位置 當我烏倒的時候 她寫著 有一個側面人在 在你 喔 什麼 站在你那裏 你在設定機拍 她玩一下 炸 就是這個位置 她圈了個位置 就是圈了個位置 那一會兒 她會聲音導航 告訴我 究竟這個是誰 要些什麼 那我們呢 立即做了些事情 喔 立即做了些事情 也謝謝Maggie師傅 因為她在觀塘附近 說 我上來幫你搞 知道這個朋友 要些什麼 啊 沒有了嗎 看完了嗎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塊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的一個combo 還有呢 也可以上網去amoncoin.com 加上我們BitBit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的 那就不用看到 都後不都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呢 按下一個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的了